多個民間團體在去年發起 環路漁民大遊行 現在正式成立 行人臨死亡推動聯盟 未來計畫透過工作坊 座談會等社會參與 來倡議交通安全 秀出民國八十年左右的 臺北市街景圖 行人臨死亡推動聯盟直指 對比現在部分地區 居然從有人行道 變成沒有人行道 簡直是開道車 聯盟認為從交通設施到安全意識 都有很大進步空間 攜手各交通相關團體 成立臨死亡推動聯盟 未來將推動交通座談 舉辦營隊活動以及工作坊 也計畫參與政府交通部門會議 因為車禍事故 失去女兒的余爸爸也進入聯盟 並對即將上任的總統賴清德喊話 呼籲一定要將交通安全 納入未來的虛正重點 那不然現在其實人本交通是一個非常小眾的東西 對 那我們我們可能要把這個統文城再渲染開來 交通安全基本法已經立了 但是這個安全基本法立完之後 它以下的作用法到底是什麼 作用法然後還有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等等到底是什麼 這個目前還不明確 擔任培訓講師的交通安全促進協會指出 儘管去年政府開始重視行人安全議題 也完成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的立法 但仍面臨挑戰 像是穿衣改衣的道路設施優化 以及在交通文化中 行速多種車流共好 政府因攜手民間團體力量 逐步邁向臨死亡的願景 記者學家蔣王相台報導